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以始终如一的初心和使命 实现一个国家波澜壮阔的发展与进步 护照 港澳通行证收费将降低 ETC通行优惠不少于5% 7月起 一批新规正式生效 将如何影响你我生活 全民垃圾分类的时代正悄然走来 你准备好了吗 1950年 全中国只有54,000辆汽车 而今天的中国有4亿多机动车驾驶员 车轮滚滚 七十年飞驰而过 当开车成为生活基本技能 未来的汽车梦又将驶向好棒 书里全天热点 今晚带您寻找答案 如果白天注定用来发生 我们就用夜晚追问结果 各位晚上好 欢迎收看金灵卫视新闻杂志节目 今晚 我是高原 今天是2019年7月1号星期一 欢迎您在收看节目的同时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在今晚栏目的微信平台上 跟我们保持互动 进入今天的节目 今天是中国共产党建党98周年 我们要祝98岁的你生日快乐 同时向始至不渝的初心致敬 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 截至2018年年底 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9059.4万名 比上年净增了103万名 增幅为1.2% 党的基层组织461万个 比上年增加了3.9万个 增幅为0.8% 新中国成立70年来 中国共产党的吸引力 凝聚力战斗力不断增强 始终保持旺盛的生机与活力 党员数量持续稳步增长 中国共产党党员总量突破9000万名 比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的 448.8万名增长约19倍 党的十八代以来 全国平均每年 约有390万人 向党组织递交入党申请 党员数量增幅 保持平稳态势 人的一生可能会有很多次承诺 但对于一个共产党员来说 下面这个承诺是最神圣最庄严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拥护党的纲领 遵守党的章程 履行党员义务 这段话您有多少年没大声念出来了 还记得当初入党宣誓时的场景吗 当时你的心情是怎样 今天是我们党98周岁生日 也是我们每个中国共产党党员的节日 让我们一起重闻入党誓词 回溯精神的根脉 感受涌动的初心 中国国家博物馆这是一份现存最早的入党誓词 主人公贺叶朵是江西的一个贫苦农民 1927年偷身革命 井冈山革命斗争时期 他以炸油工作为掩护 帮助红军建立地下秘密交通站 负责收集和传递情报 由于表现出色 永兴县党组织决定吸收其入党 并为他举行了入党宣誓仪式 因为识字不多 他亲手腾写的入党誓词中 出现了六个别字 但这并没有影响贺叶朵坚定的革命信念 他为此奋斗一生 从1921到2019 98年间 无数优秀的共产党员 像贺叶朵这样 用一生去践行当初的入党誓言 未养头领心不佛 甘将热事莫终化 1962年冬 正当兰考县遭受内涝 封杀严检三害最严重的时候 党派焦裕露来到了兰考 他顶着病痛 一头扎进严检地种树制杀 他当年亲手种下的幼苗 如今已长成参天大树 被人们亲切地称为焦童 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 前赴后继 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正是千千万万的共产党员 撑起了驻梦中国的精神脊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明镜 今日之中国 接续昨天的荣光 开启明天的袭击 处处澎湃着党的创新理论 指路引向 宁心俱立的深厚力量 处处奏响 振奋人心的追梦乐章 时代是初眷人 我们是达眷人 人民是月眷人 不忘初心 方得始终 连日来 全省各地党员干部 重温入党式词 铭记奋斗历史 举办多种活动 用实际行动 承载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 欢庆中国共产党成立98周年 壮丽70年颂歌新时代 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70周年 在七一到来之际 深受群众喜爱的 吉林省市民文化节如约而至 昨晚 刘光益彩 第六届吉林省市民文化节启动式 即画彩大型流行音乐会 在长春工业大学 人文信息学院精彩上演 从吉林走出去的文艺精英 与我省的艺术新秀 同台现役 本届市民文化节一直持续到九月末 包括文艺演出 展览展示 文化赛事及广场活动等五大板块 120项内容丰富 形式多样的活动 让广大群众乐享文化成果 七一前夕由团生委 长春市总工会等主办的 庆七一万人合唱大赛 在长春欧亚卖场举行 23支合唱团的金万名参赛者 表演了《我和我的祖国》 《我爱你中国》 《共筑中国梦》等曲目 长春理工大学举行党员集体过政治生日活动 800多名师生党员面向党旗 重温入党誓词 活动中 长春围满航空博物院爱国主义宣讲团 为师生们带来一场以信仰的力量为主题的精彩演出 我更应该去脚踏实地 去奋发有为 我也相信我身边的每一位同志 他们未来都会去坚守党员的坚定的品质 由金丽省戏剧院集剧团举办的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迎七一主题文艺演出 在桃李梅大剧院精彩上演 现代极具唱段吴亚琴 展现了全国时代楷模吴亚琴 在社区平凡岗位上用自己的行动 诠释出的共产党员的崇高理想和追求 通话市组织2000多名党员干部 开展了迎七一纪念建党98周年 重走抗联路活动 对党员干部开展爱国主义教育 增强革命理想信念 松原市举办了庆七一专场文艺演出 活动以奋进新时代迈进新征程为主题 回顾党的光辉历程 歌颂党的丰功伟绩 护照 港澳通行证收费将降低 ETC通行优惠不少于5% 7月起一批新规将正式生效 不少都跟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 一起来看将如何影响你我生活 7月起实施的全国性法律法规 包括普通护照 往来港澳通行证 实施降费 普通护照 由每本160元 将为每本120元 往来港澳通行证 由每张80元 将为每张60元 7月1号前已受理的证件 仍按原标准执行 购车按十付价计税 中华人民共和国车辆购置税法 自2019年7月1号起执行 根据该法规定 纳税人购买自用应税车辆的计税价格 为纳税人实际支付给销售者的全部价款 不包括增值税税款 车辆购置税的税率与此间一样还是10% ETC通行优惠不少于5% 按照交通运输部 关于大力推动高速公路 ETC发展应用工作的通知 ETC用户将享受不少于5%的 车辆通行费基本优惠政策 并实现对通行本区域的 ETC车辆无差别基本优惠 通知还鼓励各地结合实际 优化完善高速公路 差异化收费政策 部分商标业务收费标准降低 受理商标蓄展注册费 由此前的1000元降为500元 受理商标变更费收取标准 由250元降为150元 与此同时 为了进一步推进商标注册 网上申请工作 商标局对提交网上申请 并接受电子发文的收费标准 也进行了调整 部分不动产登记费减免 按照国家关于减免部分 行政事业性收费 有关政策的通知 对包括申请办理变更登记 申请办理森林 林木所有权等三种情形 免征不动产登记费 同时对申请办理车库 车位储藏式不动产登记 单独核发不动产全属证书 或登记证明的 不动产登记费 由原非住宅类不动产登记 每件550元 减案住宅类不动产登记 每件80元收取 铁路实行新运行图 7月10号零时起 全国铁路将实施 新的列车运行图 即暑机运行图 新投入一批复兴号动车组 内地连通香港的高铁车站 增值58个 调度后 全国铁路暑机高峰 日均增加客运能力 26万个席位 7月新规一大波 但在全国范围内 引起普遍关注的 还当属分类垃圾这事 最近有人就发现了 上海的民众不谈股票 不谈房价 甚至连朋友也不谈 他们一心扑在一件事上 垃圾分类 如果你看到 有上海市民站在垃圾桶旁边 查阅资料 千万不要感到惊讶 玉米瓣是湿垃圾吗 鱼骨头是属于干垃圾还是湿垃圾 西瓜籽是干垃圾还是湿垃圾 你是什么垃圾 成为了上海人民 每天都要进行的灵魂拷问 今年起被称为 史上最严垃圾分类措施的 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 正式实施 根据规定 个人活单位 未按规定分类投放垃圾都将面临处罚 9月1号起 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正式实施 与此前在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方面 制定的法律法规相比 条例不仅实现管理区域 管理对象全覆盖 同时还加大了惩处力度 因此也被外界称为史上最严 根据条例 上海市生活垃圾 按照可回收物 有害垃圾 湿垃圾 干垃圾 分为四大类 个人或单位 未按规定分类投放垃圾 将面临处罚 条例中 除对个人混头行为 除50元以上200元以下罚款外 对单位未按照规定分类投放的行为 规定最高可除5万元罚款 对生活垃圾收运单位 处置单位不遵守相应规范的 分别规定最高可除10万元 50万元的罚款 情节严重的 调下单位经营服务许可证 此外 条例还确立了失信承接制度 另外 条例中还专门提出促进源头减量 其中明确规定 餐饮服务提供者 和餐饮配送服务提供者 不得主动向消费者提供 一次性筷子 条羹等餐具 旅馆经营单位 不得主动向消费者提供 客房一次性日用品 新规刚刚实行 今天上午上海已经开具 首张垃圾分类整改通知书 上海某酒店 因未将垃圾分别投放至 相应收集容器 被责令整改 是因为酒店垃圾箱的标识的话 还是不够明显 有些干垃圾桶的标识上 没有分类是分类了 但是没有明显的标识 所有的餐厨垃圾 还有客人的生活垃圾 它的体量是非常大的 而且因为牵涉到客人的关系 没有办法做到一个 当场的一个进去分类 所以很多都需要二次分类的 整改的话 我们还是按照他们条例规定的 我们也是会进客人整改的 如果此时 你以为自己不是上海市民 就可以幸免 那就错了 因为游客外国人 扔错垃圾一样被罚 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 属于地方性法规 具有属地原则 也就是说 任何人只要进入上海的行政区域 都要遵守条例规定 拒不改正的 同样要被处以罚款 相比于担忧更多的网友 对于新政表达出理解 并希望这样的规定 能够在全国推广 那关于如何快速准确地 进行垃圾分类 也演绎出若干个版本 比如说有卡通版本 有上海滩版本的 那么央视最强段子手 朱广泉在新闻播报中 提到了哪一招呢 7月1号 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 将要正式开始实施 如果你还不了解 有网友想出了一种 十分形象有趣 也更便于大家记忆的分类方式 那就是 是干是吃 让猪是吃 一吃便吃 说猪可以吃的 是除鱼垃圾 猪吃了会死的 是有害垃圾 连猪都不吃的 是其他垃圾 而可回收垃圾 你可可以卖了钱买猪 猪肯定想说 我为人类付出了太多 其实甭管哪种方式 只要能记住区分 哪个有效 咱记哪种 虽然段子手们 已经玩坏了垃圾分类 但是垃圾分类 确实是个严肃的事 除了上海之外 包括长春在内的46个城市 都在积极推进垃圾分类工作 今年来 各地也陆续出台了 地方版的条例法规等等 2019年6月 住建部 发改委 生态环境部等9部门 联合印发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部门 关于在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 全面开展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通知 通知提出 决定自2019年起 在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 全面启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 到2020年底 46个重点城市 将基本建成垃圾分类处理系统 到2025年 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 基本建成生活垃圾分类处理系统 全民垃圾分类的时代 正悄然走来 你准备好了吗 随着绿色环保理念 深入人心 垃圾分类早已经不是陌生的概念 但是在实际生活中 不少垃圾分类点 却形同虚设 如何让垃圾分类成为全民行动 不少地方提供了友谊探索 推广垃圾分类 一方面要加强宣传教育 另一方面 也要通过人员投入经济补偿等举措 来撬动行为模式的改变 从而深化认识 培养自觉 网络支付 健身塑行 旅游休闲等 固然是生活方式改变的缩影 垃圾分类 节约用水 低碳出行等 又何尝不应成为时尚 小习惯透视大文明 举手投足 点滴之间 最能看到绿色生活的水准 公民意识的高低 和社会文明的橙色 有决心 也有知识 有态度 更有行动 文明才能成为生活的主基调 入夏了 吉林也更加多姿多彩 每年的6到8月 十五省气候 最宜人 景色最美丽的时节 也被誉为22度的夏天 对于很多高温城市的朋友来说 到吉林避暑 吸引力十足 这波长春市迎来了 避暑游客的小高峰 周末夜幕降临 在长春市雕塑公园 上万名市民和外地游客 一同观看精彩的文艺演出 这也是2019长春肖夏节的 音乐节板块 178度凉爽的夜晚 配上火爆的音乐现场 让很多南方避暑游客 不需自行 根据中国气象局 公共气象服务中心发布的 2019全国避暑旅游城市评价报告 和长春市夏季气候适宜度报告 长春市夏季的避暑旅游 有效平均气温在23.2到24.8摄氏度 依靠夏季凉爽气候设计的旅游产品 从文艺演出到雕塑展览 从体育赛事到全民阅读活动 从乡村旅游节到城市美食节 今年长春的肖夏节 共有8个系列87项活动 时间覆盖 从6月到9月的整个夏天 让游客不仅是涂个凉快 还能玩个痛快 2019年 长春肖夏节 共安排各类活动87项 文体活动34项 夜间肖夏活动6项 花海活动6项 乡村旅游活动7项 红色文旅活动5项 传统民俗活动11项 当清凉成为一种稀缺资源 长春肖夏多彩活动 必将让你嗨半天 夏季里天气炎热 大家的穿搭 已经有了明显变化 一些女性既爱美又贪凉 迫不及待地换上短裤短裙 准备清凉一下 有需要提醒注意的是 在一些公共场所 公共场所 一些不法分子 也跟着蠢蠢欲动 我肯定要维护自己的权益 肯定要要求她把照片删除 第一反应的话 其实应该就是转脸 要把那个贴近你的 这只手招下来 然后这个时候应该会有 其他的就是乘客会帮 应该会制止一下 这种没必要害怕 周围都是 应该现在跑去人还蛮多的 如果真遇到类似事情 要求对方删除照片 抓住违法嫌疑人 报警 许多小仙女都知道 要维护自己的权益 那具体要怎么做吗 如果说你这个时候乘坐地铁 你的裙摆是比较短的 你有随身携带包裹 或者是比较大件的衣物 或者是什么的时候 你可以把它摆在腿上 进行一个对你暴露部位的遮盖 然后双手 你如果说没有带包的话 你双手可以搭在前方 就是尽量对你的这个暴露部位减少 比如说在乘坐垫扶梯的时候 如果说我们的裙摆比较短 我们可以用手 然后拉紧裙摆 让它就是尽量收拢 收靠在你的身体 这样的话在后方的 这种违法嫌疑人 是没有办法就是 窥探到你这个群体的情况 也不要 也不建议大家玩手机 对 尽量不要低头玩手机 因为你在低头玩手机的时候 你很有可能会忽视周围的情况 这个时候 违法嫌疑人的靠近啊 或者是这种无故的贴近 你就没有办法及时地发现 没有办法很好地 保护自己的这个隐私 总之 遇事不慌 实时警惕 提高安全意识 比拥有保护技巧更为重要 大胆维护自己的利益 尤其对于女孩来说 更是必休克 说到这 接下来进入资讯板块 为庆祝中外建交40周年 当地时间6月24日晚 中国爱尔兰国际电影节 及中国长影电影周 在爱尔兰首都都柏林举行 开幕影片《旋风九日》 记录了邓小平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初 出访美国的珍贵历史片段 在为期6天的电影节中 共有22部钟爱两国故事片 纪录片 动画片和短电影 在影院展映 路柏林大学孔子学院 还举办了长春首会电影海报展 和电影交流研讨会 以及最佳短电影颁奖仪式 这几天不仅是年轻学子 一批老人也迎来了毕业季 吉林省老年大学首届研究生毕业了 2017年 吉林省老年大学 在全国率先成立研究生院 每年招收三个专业 共40多名研究生 除了系统学习声乐 书法等专业知识 还学习老年教育学 老年心理学等课程 目前 吉林省老年大学学员 已经达到14000人 中国科协昨天发布2019年 对20个科学发展具有导向作用 对技术和产业创新 具有关键作用的前沿科学问题 和工程技术难题 包括暗物质禁地小天体防御与开发 大地震机制及其物理预测 人工智能等 此次评定经过 7000多名科研一线科学家线上初选 27名院士专家中选等 5个环节最终确定 农业农村部昨天公布 我国矮化水稻种植 以基本实现全覆盖 目前中国水稻矮化育种 杂交水稻技术及产量 稳居世界首位 品种矮化有效提高了抗导服性 使水稻产量大幅提高 自我国1959年成功培育 第一个矮杆仙道品种以来 全国累计推广矮杆仙道两种 175亿亩以上 增产稻谷累计达1.75万亿公斤 北京市日前正式发布 关于北京市提前实施 国六机动车排放标准的通稿 自今日起 重型燃气车 以及公交及环卫重型柴油车 执行国六B排放标准 自2020年1月1号起 轻型汽油车和重型柴油车 执行国六B排放标准 视线转向国外 日本昨天正式退出 国际补经委员会 今天重新开始商业补经 这也是日本时隔31年后 恢复商业补经 日本共同社在此前的报道中 曾指出 二战后 日本几乎没有退出 国际组织的先例 此次退群实属罕见 必将招致反补经国家 和环境保护团体的更多批评 据美国媒体报道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 一架小型飞机 从美国德克萨斯州 一座机场起飞后不久 便坠毁 事故造成10人死亡 并造成机场上的 一个飞机维修库起火 目前 关于这架小飞机坠毁的原因 还不清楚 时光匆匆 往事如风 在夹缝中品味历史 丈量生命的温度 来看光阴里的故事 1950年 全中国只有54000辆汽车 而今天的中国 有4亿多机动车驾驶员 你有驾照吗 你知道什么是驾驶员信条吗 想当年 您是哪年学的车 寒冬还是酷暑 大班还是小班 最难考的是科目级呢 当年学车的故事 您还记得吗 走进今天的光阴 带您感受 那些年 我们的汽车梦 你会开汽车吗 你看这本老驾驶之照 它颁发于1949年10月 持有者是山东人郭宇三 他在新中国成立的当月 重考了这本假照 驾照的第一页因着 驾驶员信条 爱护车较 介绍燃料 跟着师父 不仅学开车 也要学修车 他叫于丰年 1951年 19岁的他 在哈尔滨汽车学校 学会了开车 毕业后 于丰年进入 刚刚成立的一企 开大车 拉设备 1956年7月的一天 于丰年接到通知 他要开着第一批 下线的解放卡车爆戒 1959年 他要成为了第一批 驾驶红旗轿车的司机 国庆十周年庆典上 于丰年自豪地 随着红旗 东风 解放 和半挂卡车车队 在天安门前 参加了国庆游行 在外国汽车上 学会驾驶的于丰年 从此牢牢地握住了 国产汽车的方向盘 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 大家学习 驾驶技能的渴望 越来越强烈 这是一份1983年的 学习驾驶证申请书 申请人冯一华写 通过生产责任制改革后 农机专业承包 本人要求 领取拖拉机 学习驾驶证书 层层审批 盖了四个工厂后 他拿到了驾照 八十年代 司机少 汽车也少 虽然国家逐渐开放 对私人购车的限制 但家庭乔车 仍是踮起脚 才能摘到的实鲜果子 随着90年代 私家车逐渐增多 教普通人学开车的 驾校出现了 不管有没有实力买车 有本都是一件 值得自豪的事情 那时的驾校报名处 挤满了人 一袭难求 而抱上名的人 不吃点苦 驾照也拿不到手 一辆教练车上 一般有八个学员 颠簸一天 手摸方向盘的时间 可能也就是二十分钟 从法规和机械常识考试 到钻杆考试 路考 严寒酷述 摸爬滚打 驾校像流水线一样 源源不断批量生产时机 学车的时间越来越短 从两三年 变成一年 半年 三个月 甚至更短 车轮滚滚 七十年飞驰而过 开车成为生活 基本技能之一 与此同时 无人驾驶技术 已经出现 人会彻底离开 驾驶席吗 当年的汽车梦 早已实现 未来的汽车梦 已在路上 如果白天 注定有来发生 我们就用夜晚 追问结果 为什么 面对一个问题 有九千多万人 给出同一个回答 指引你是 中国共产党党员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节目最后的时间 留给我们敬爱的党 留给身边的 每一位党员 好 感谢今晚有您的 收看和陪伴 朋友们 晚安 为什么 你说 你也在追寻答案 在天空 在海 在高山 在深谷 在每个人的身旁 在没有人去过的地方 你回答 因为梦想 这梦想很小